很快的回顾一下 尤拉公式怎么导出来 因为这两边呢 透过泰勒展开式 你把它两边的泰勒展开式 写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两边一致 所以两边相等 好 两边泰勒展开式写出来一致 所以相等 好 那这一点其实不是 不是一般人 不是能百分之百 那么确信 因为虽然两边泰勒展开式 展开出来是一样的 我怎么能直观的就推论说 它是相等的呢 但是数学上后来 他们引进高等微积分之后 他们就可以证明这件事 只要泰勒展开式相等 两个函数就相等 可以证明这件事 那但是这是高等微积分的范围 我也没学过高等微积分 所以我没办法跟各位讲 高等微积分里面它是怎么证明 好 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它两个泰勒展开式是一样 这一边和这一边两个泰勒展开式是一样 那所以呢 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 既然两边一样 那两边应该相等 好 那本来不相关的两个东西 竟然相等了 我们刚刚有解释过 其实这就是圆周运动 乘以一个I转90度 再乘以一个I转90度 OK 微分一次转90度 再微分一次转90度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才会发现说它相等 为什么微分一次会转90度 你看这个cos微分是不是变成 负sin 负sin微分呢 再变成 负cos 负cos微分呢 再变成正sine 正sine微分呢 再变成 cos 所以它其实也有在转 这边也在转 它这边也在转 所以其实它两个都在描述 旋转只是不同的写法 那所以不同的写法 描述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希望说 我在泰勒展开式的时候 我们不是用多项四来逼近一个函数吗 我们用试图用多项四来逼近一个函数 但是在负利液的极数的想法 我们就不再使用多项四去逼近函数 负利液极数的想法是 我们使用三角函数来逼近函数 而且是不同频率的三角函数 来逼近函数 什么叫不同频率的三角函数呢 在这个cosS这个S里面 我们再乘一个n 乘一个n会造成不同的震荡频率 OK 那结果我就写成sineNS跟cosNS 我们如果用这个n从0到无限大 来逼近一个函数的话 那会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n从0到无限大 ancosNS加上bnssinNS 我们用这样写来代表这个函数 但是呢 这里 这里 你会发现说 如果 如果我们让这个bns虚数 anns实数会更好 因为在数学上 它这样子才能够有一个 完整的证明 否则你碰到根号-1就会挂掉 OK 碰到根号-1你就推导不下去 但是呢 如果有了虚数 你连根号-1都可以解决 所以 负的东西也可以开根号 没有关系 好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如果这个bns用虚数 an用实数 那就在负数空间上面 可以解决掉函数逼近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这个fs函数 本身也是一个负函数 负数的函数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 你会看到 OK 那我这样写 那cosns加i sinns 这一个事情 其实它就是1的ins 根据上面的油拉公式 只不过把s带成ns而已 OK 所以 这个式子也是对的 好 那如果这样写 要每次都写cosns加i sin 是不是很麻烦 很长 我们写短一点 1的ins不就好了吗 好 这时候呢 如果 如果我们用1的ins的写法 不要用cosns和sinns的写法 那我就可以写成fs等于sigma n等于0到一线大 fn1的ins 这个fn呢 也是某个系数 只是它代表的其实是这个an和bn的混合体 an和bn的混合体 OK 为什么 因为套到这里 这里有没有疑问 这个公式成立 这个公式 如果你把这个套回这里 bn是一个虚数的系数 那这个套回这里 OK 那所以呢 我这个变成这个 这个就变成这个 所以就变这样 这里要 这个推论有点怪 对不对 有点怪 但是好像合理吧 虽然有点怪 但是很像合理 对啊 但是 但是这个系数 是不是要一样呢 最后你会发现 不用一样 不用一样的 这个系数不用一样 它两个是独立的东西 所以它组合起来 会变成一个东西 不是系数一定要一样 你 你 现在看的话 好像 这感觉系数是 应该要一样 但是事实上 不用 不用 因为 因为sine 跟cosine 其实 其实它自然会 会把那个系数带进去 好 所以它的关系是什么呢 fn跟anbn的关系 其实 第一个 f0等于1分之1a0 为什么f0等于1分之1a0呢 ok 那fn等于1分之1an减ibn 这是它们系数之间的关系 ok f-n等于1分之1an加ibn 那意思反过来就是a0等于2f0 an等于fn加f-n bn等于i乘以fn减掉f-n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诡异的数学 如果你不觉得诡异 那真是太天才 怎么看都觉得很诡异 但是呢 又非常合理 好 那我们念电脑的人 在这一段数学里面呢 往往我们就 就 怎么讲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啊 算了 不要理他 然后有一天你就发现说 诶奇怪 真的有用到 复利的极数 然后就在工程数学里面出现 然后呢 在什么常微分方程式 偏微分方程式啊 那些里面出现 然后你再推导电流跟电场 跟电感 之间的关系或之类的 电容 那你就会发现 里面都是微分方程式 好 那这里 你大概可以隐约的 看到一件事情 数学在电磁学里面 复利的转换是很有用的 那另外是 数学是什么 数学是一种理论 电磁学是什么 电磁学是一种食物 理论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理论其实具有 它的价值 价值在哪里 你食物一直去做 一直去做 那你就是法拉第 但是呢 法拉第的数学不好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导出那些理论 接下来呢 他一直做做做做 做的结果突然出现了 他做了很多 很多各式各样的实验之后呢 马克思会出现 他把法拉第做的那些实验 用数学的方式去解读 然后把它理论化 理论化之后呢 他就会推导出说 OK 那电场跟磁场之间的公式关系是这样 所以 我可以 透过这个公式关系呢 我再去制造出另外一种磁场 或另外一种电场 按照这个数学的推论 如果他是对的 按照这个数学的推论 我可以产生这样的电场 产生那样的磁场 很精准的产生 法拉第做不到 马克思会做得到 OK 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 那近代的这些无线通讯 是如何可能的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预测 电场和磁场之间 是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什么样子 的形式存在 两个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什么 它的数学关系是什么 那你如何制造出更精密的 这种 无线通讯 有线通讯的 的 器材 OK 所以 OK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负力的转换 负力的极数 负力的极数 它用三角函数来逼近 结果呢 这个三角函数可以写成 一的ins的形式 最后呢 就写成一个更短的 合体形式 就变成fn 1的ins OK 那 这两个之间呢 还会有关系 那 这个关系呢 确立之后 我们 在做 负力的极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个负力的极数 其实 它代表的就是一种 三角函数 去逼近 一般函数的形式 那 这里 负力的先生就跑出来 负力的先生跑出来干嘛呢 负力的先生跑出来 他说 OK 那这些系数到底是什么 这些anbn和fn 这些系数到底怎么算 它的数值是多少 我们 从套路展开 是我们就可以算 c0就是f0 c1就是f'0 对不对 我们可以算 那 负力的极数的系数 可不可以这样算呢 答案是可以 这个算法叫做负力的转换 好 这个算法叫负力的转换 好 那负力的转换到底怎么转呢 好 这边 负力的先生就 就出来了 他说 OK 我们如果用sine和cos去逼近 逼近 一个函数 那事实上因为sine和cos呢 的合体可以写成1的i的十字方 所以我就直接用1的i的十字方 去逼近一个函数 来写更 更 优美 更精简 好 当你这样子写更精简的时候 我就fs等于这个式子 不如写成这样更短 好 当我们写成这样更短的时候呢 OK 这个总和到底代表什么东西 你看 这个总和 从n等于0到无限大的加总 那么 我们在讲积分的时候 然后是不是说 积分其实是一种极限形式 黎曼和 黎曼积分 一格一格面积加总的极限形式 OK 如果我今天呢 把这个sigma的部分 直接改成积分 如何 我把这个sigma加总形式改成积分 那就变成连续负利液转换 如果我用sigma的形式就是不用积分 那就是离散负利液转换 OK 所以 这边 有两种负利液转换 一种是离散 一种是连续 那我们先从离散的部分 看过去 接下来呢 把它做一个扩充 变成连续的 用积分形式来表达 那再从连续的呢 再推回来 那离散的形式是什么 OK 好 所以呢 当我在算这个东西改成积分的时候 就变成 积分n等于零大无限大 fn1的ins 次方 底n OK 那这个是n等于零大无限大 那如果呢 这时候n 你就会发现这个n好怪 n等于零大无限大 底n 那n 不再是一个整数 因为它本来是0 1 2 3 4 现在它不再是一个整数 而是时数 底n嘛 会放在d后面的这个东西 一定是个时数 我们才会放在d的后面 它是个时数 它是个时数 那s呢 也是个时数 s是个时数 n是个时数 它变成一个二维空间 对不对 两个变数 在一起 放在图上 不就是二维空间吗 好 它变成一个二维空间 那这个二维空间代表什么意义 就很诡异了 对不对 这个二维空间代表什么意义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fn 我改成 把这个本来是f1 f2 f3的 我改成函数 fn 而且这个n呢 不只是带0 1 2 3 我0.1 0.2 0.3 也可以带 那这时候它变成一个时函数了 变成一个时函数 所以我们这样子写 OK 就变成把本来的fn 用下标的形式 写成函数的 fn的形式 OK 这样改 改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n等于0到无限大 其实从0开始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把它延伸到整个 整个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应该也无仿 所以延伸 变成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这个积分就被称为逆向负利液转换 请注意我们还没有讲什么叫正向 我们先看到逆向 这个叫逆向负利液转换 就是负利液反转换 OK 那 这个东西呢 它是把fs 就是那个本来要被逼近的函数 转换到另外一个函数 对有函数叫大f上面 这有点像微分和积分的关系 对不对 微分不是把一个大f围成小f 那积分不是把小f积成大f 好 现在呢 负利液转换也有同样的特性 它把这个小f呢 转换到一个大f上面 那在负利液的另外一边的转换呢 就变成把大f呢 转到小f上面 这个称为转换队 我转过去那边 那边又转回来 两个恢恢复的 我转过去的结果再转回来 还是自己 那我积分完再微分 还是我自己 这是微积分基本定理 对不对 那我转过去 用负利液转换转过去 再转回来 OK 还是回到自己 这时的这个转换 具有还原功效 转过去之后 还可以回来 如果不能回来的话 那就 负利液转换就没用 转过去还可以回来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算式 就这个算式 套回算式5.1 5.1是什么 就这个 算式5.1 套回这里 那 你就会发现说 OK Fs算式5.1是这个 就是前面 前面算式5.1 就是到这里 到这里为止 那但是我们改成 积分的形式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不应该用等号 应该说是一种推论 这个意思 从 从 从 加种的形式 变成积分的形式 这不应该用等号 好 那 这边 1的ins次方 底n 那 如果我们把1的ins次方 再转回cos和sin的组合 OK 那这样子 就合理了 它其实是用三角函数 再逼近一般函数 OK 好 所以呢 如果 如果 来 你看 我们现在刚刚的这个 Fs等于这一个 然后等于这样 然后呢 Fs等于这个 然后呢 再度我们把它转回去的结果 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选找它的逆转换 那 这样写 变成 Fn 乘以 1的ins次方 把它 转回去 那 变成 c分之一 这个本来加种的形式 变成积分的形式 OK 那积分的形式呢 当然这个1的ins次方 可以拆成这个 cosins加sinins 那 OK 这是一种想法 这还不是一种证明 只是一种想法 OK 好 这个c呢 被称为 皈依化常数 也就是说 我转过去之后 转回来可能会放大 转过去之后 转回来 如果放大了 我就不好用 我希望它转过去之后 转回来呢 还是原来的 所以 有时候 如果你转过去之后 有放大的效果 你应该再转回来之后 再把它缩回来 哪边 这里吗 角度 这里 下面 这一行 哦对 这里没有爱 这里没有爱 再写错了 这里没有爱 这个要去掉 这个可能是复制的时候 不小心复制到 好 所以这里没有爱 确定 好 那这个皈依化系数呢 计算结果 应该是2π 所以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 负利润的转换 负利润转换呢 反在逆转换上面 它应该用2π分之1 乘以负无线大大无线大积分 无线大无线大积分 fn ein 然后把fn转回成小fx 那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个动作 那就是正转换 应该是这样子 倒过来 fx转到大fs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正转换的写法 这个负利润反转换写在这边 负利润反转换 负利润正转换写在这边 所以负利润正转换呢 是小fs乘以1的负ins四方底s 请注意这是gx的部分 对s做积分 那逆转换呢 是2π分之1 负无线大大无线大 大fn 对n做积分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对s积分 一个对n积分 一个对x积分 一个对n积分 这里很关键是 它其实变成一个双变数函数 对不对 这个双变数函数 我在正转换的时候 我只算对s轴的积分的部分 但在逆转换的时候 我是算对y轴的积分的部分 那这样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好 来看 如果把这个东西呢 再从连续的积分 再转回离散的部分 你很合理的会看到说 OK 那我转回离散的部分 当然它离散的部分 可能那个s 就是s的部分 它可能会有 怎么讲 就是 就是会有一些调整 因为放大效果 二拍 从负二拍到二拍是一个周期 它的周期到底是多少 那这边我们会用 n分之s 去算 好 这是离散版本的正转换 和逆转换 那这样看 还是不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 对不对 绝对不清楚 它在讲什么 这里绝对没有严格的数学证明 所以你不要叫我说 请证明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因为这里的数学 我的能力无法证明 OK 那我们只能够尽量的去了解 它到底在讲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直觉意义 接下来把它拿出去用 这是我们学工程的人的做法 好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告诉各位 那两个积分式 或那两个加总式 到底什么意义 好 这边有一个图 好 这个图呢 每一格 都有 一个权重 那这个权重不一定是1 这边1是一个 使用1和负1的这种转换 不叫负利液转换 它叫哈达玛转换 OK 好 它叫哈达玛转换 但是呢 负利液转换是使用W W&S 每一格都有一个权重 这个权重怎么决定的 就是套负利液转换公式决定的 好 决定了这个权重呢 那正转换和逆转换分别在做什么事 就是 这边是S轴 这边是N轴 OK S和N 那在 在小FS的时候 其实它是对这个 这个N轴做积分 对N轴做积分 所以是把这边加总 把这边加总 好 在大FS的时候 它是对这个S轴做积分 所以把S加总 好 那也就说 它一边其实是在看S轴 一边在看N轴 但是里面呢 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我有归一化系数 所以当 我现在的 我现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二维函数 这个二维函数呢 就是F NS N和S 两个都是变数 好 那 它FNS 其实就相当于FS 乘以W NS 好 那这个W就权重 也就是把 我一个函数呢 先散过去 散到每一格 这每一格加起来 刚好就是我自己 那 所以这个 W呢 这一个权重呢 从直的 从横的 我们希望它 尽量都是1 如果不是1的话 我就要加上还原系数 让它最后变成1 好 直的 横的 累加 我希望它都是1 那这个权重加完之后 如果是1 OK 那我散出去 再再抽回来的结果呢 就会还原成原来自己 好 好 所以我们根据 列的权重加总 会得到 大F 列的权重 也就是N固定 N固定 那S从0算到N-1 这是大F 如果我们用 用行的方式加总 那就是 就是小F 那所以 所以 列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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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F 就是应该说 行加总是变成大F 列加总 列加总是小F OK 那 散步之后 最后可能会没有正规化 我们去取一个正规化系数 这正规化系数 也就是 S等于0到N-1 WSN 这个总和可能不是1 不是1的话 我们就取一个正规化系数 把它乘以7分之1 这样子 它散出去 再返回来 还会是自己 好 那 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个 一格一格的 离散的情况 一格一格的是离散情况 如果今天我们看的是这样 当然这个图 你可能很常看过 这个就是那个 颜色表 我画不出来 所以我就去 Windows里面颜色表 把它贴上来 四翼图而已 不是真的图 四翼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从这边积分 从这边去积分 那 它代表的就是 积完之后是大F 如果从这边去积分 代表是积完之后是小F 好 那 这样子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 看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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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你会看到哦 我正转换呢 一个本来 本来是 这个 常数 常数函数的 这个函数呢 经过负力的转换之后 会变成只有0 有值 其他都没值 也就是说 它把原本一条水平线 换成一个数值了 这个有什么用 再想一想 如果今天是一个 sine函数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函数 就是 就是 n等1的 n等1的 本来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悬波 正悬波 结果转过去之后呢 它只有 第一个有值 不是第0个 是第一个有值 其他都没值 OK 所以这个值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这个 这个sine波 就是正 频率是1的这个sine波 它的系数 这个值就代表 频率是1sine波的系数 那我只要有这个系数 我就可以重划出 这个sine波的值 好 同样的 如果频率是2的 sine波 转过去 就会是 只有第二个有值 这样 稍微了解它的意义吧 好 那如果频率是2 是更高的 那sine波 那它就只有 那个更高的 那个频率有值 但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讲 负力的转换 负力的急速 其实是在逼近 一个 用三角函数 在逼近一个函数 所以如果 我今天想要逼近 这样一个方波 我可以怎么用 我想要逼近 一个方波的话呢 当然 我最最偷懒最偷懒的方法 我就用一个sine波去逼近 OK 所以这条红色的 是不是 你感觉它有点接近 但是又不那么准 对不对 有点接近又不那么准 这条红色是什么 c1s1s c1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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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总绿色线是取三项 蓝色线是取四项 蓝色线取四项是四项叠合的总和成果 所以不会有四条线 最后是加总成一条线 好 这样有感觉说 複蓝色转换在做什么吗 完全没有 还没什么感觉对不对 快有了 已经昏了 也就是说複蓝色转换最后是在求 那个sine组合的系数 或cosine组合的系数 那只取十步的话就是cosine组合的 只取虚步就是sine组合的系数 所以我们只要取一半就够 因为大部分的影像都是实数 然后呢 你没有虚数步 所以你只要取实数就好了 所以JPEG的压缩 其实它不是用复利液转换 它用cosine转换 为什么用cosine转换 因为它只要取十步 所以它就取cosine 用cosine部分就够了 所以用cosine转换 那当然你也可以取虚步 先把它乘一个i 然后再去取虚步再转回来 那就变成sine转换 OK的 所以你如果像次加的越多 b进的程度就会越高 所以负利液转换其实还是在做b进 它在b进那个函数 只不过它用sine和cosine在b进那个函数 那负利液转换的用途就是 帮你决定系数是多少 但它决定系数的方法 不是像泰勒转开是用微分的 取f0 f'0 f'0 不是这样 它不是一个词 它是取积分 它是取积分加总 OK 所以它是取积分加总 积分加总 那连续的情况就积分加总 离散的情况就是加总 OK 连续的情况就积分 离散就加总 好 那这样子 当你像次加的越多 b进的程度就越准 好 那这就是负利液转换 真正的用途和意义 好 我看有人 有人 应该需要一点时间 消化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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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